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都是平等的 那麼這一切的訓練過程 都是為了長養出我們的決心 所以有些人在這個工法的運作的同時 會發現 好像煩惱特別多 妄想紛飛 那麼本來沒有運作沒事啊 怎麼一做一大堆 他是做錯了嗎 有一種叫做錯了你會這樣 那麼做對了也會這樣 我們先講正確的 前提是你做對了會這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是因為運作了這些工法才起這些煩惱 而是當你在運作的時候你明和於正確的理路 所以你的決心 無形中在增長 決心增長 你就有辦法去發現你生命底層 在決心未增長前發現不到的現象 我們講白話一點叫做 我們一般人是隨時都在妄想 可是 當沒有人在問我們有沒有妄想的時候我們會說哪有妄想 那麼 我們平常不會想啊 其實都在想 我們以為不會想 所以是我們的感知能力太糟 所以這個就像以前 我們在酒吧的時候啊 酒吧的時候當然年輕嘛 不是我愛去酒吧啦 這以前我們玩音樂嘛 那很多音樂人都在酒吧 那他們酒吧裡面就常常要喝酒啊 那有的人酒品不好啊 那酒品不好就會打架嗎 對不對 打架不小心就打重傷被打重傷啊 然後這時候因為喝了很多酒啊 所以一點感覺都沒有啊 這邊這一點感覺 所以喝了酒特別勇猛 你看那種勇猛是一種愚痴啦 不鼓勵 結果呢 回家之後 酒醒之後發現全身都在痛 酒醒嘛 這時候酒醒 那你看關鍵在這邊 酒醒代表著 你在做這一些修持的功法的過程 他慢慢蘇醒過來了 那麼那個痛本來就有 因為你被打傷就是我們的煩惱本來就存在 那麼煩惱是什麼時候存在 是自你 以為有生命的時候就存在 那我加一個以為 加上一個治 因為所有的生命都是自己 產生 那麼 講到自己是從 一念不絕 而有無名的時候 這個一般人非常難理解 也就是 在我們的自信 我們眾生迷失了 所謂知見立之為無名本 無名不絕深山系 境界為原長六初 這些六初向 慢慢慢慢延出來的時候 我們才體會到原來生命的苦處 可是這時候才會體會到 在這個之前已經是無名了 在弥勒菩薩當年回答佛所問的一個問題的時候 他說 眾生有所念 幾念幾項事也 意思是說我們有念頭 那麼這個念頭裡面 是幾個 幾個像 像叫做物質 幾個是 是叫做精神 對不對 那這個問法 這個問法不是很奇怪嗎 我們有念頭 這個念頭有幾個念 你看 不就是一個念頭嗎 你看我們眾生就是那麼一個念頭 可是你的生命狀態的本來不是一個念頭 是你 這個很粗糟的感知能力能夠感覺到的那個念頭 其實已經具足了 2240兆次的念頭了 那麼再乘以4 這個昨天我跟你的同學有討論這個 那麼乘起來大概 數學老師在這邊 應該是你的專業 就是 2000 對 2200 2240兆個念頭 就是說 你們一般人在講的時候 我想一下 想一下這個念頭 這裡面已經具足了 2240兆 個念頭在裡面了 1秒鐘 1秒鐘的次數 震動頻率 所以 這 每一個 1秒鐘裡面的 2240兆個念頭 每一個這個系念 他又具足了 一個 現象層 現象層 有兩種精神現象跟物質現象 所以 我們 又被這個精神現象物質現象 反過來 去什麼 造色 也就是說 我們的感知 又依附於外在 從這邊 從那個 1秒鐘 開始 2240兆 到個陣痛頻率的時候 我們已經迷失了 那個時候 就是煩惱的起源 所以如果我們講到這個煩惱 我們一般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這一個會知道的生命體是什麼 你才有這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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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察到 如果您是這麼細微 你的人生 你才有真正幸福美滿 因為 你不知道要對峙什麼 我們現在的生活說 煩惱不就是孩子惹我生氣嗎 要孩子乖一點 這樣就沒煩惱了嗎 是不是 你不知道這個孩子是你變現出來的 所以你看 第一個念頭就錯了 我們這個念頭 裡面又錯了 2240兆次的念頭 那麼 這裡面又不斷延伸 你每一個念頭 你只要沒當下都絕 你又依此念 再延續 下一個 2240兆個念頭 還不到一秒鐘 在這其中一念 你又不都絕 你又延伸 你看沒完沒了 所以這一個念頭 延伸出來 新線事變 所以 新線事變出來 就是你們現在整個宇宙 的存在 那麼宇宙 是你 你是宇宙 講到極處 是這件事情 所以在你有符合一個正確的功法的時候 你其實才稍稍的知道說 原來 我是有很粗糙的念頭 很粗糙的煩惱這件事情而已 你還沒理解到那個根源處 比如說我剛拿喝酒的那個 喝酒了對不對 打完一架了 也忘記跟誰打了 反正回去 結酒意 喝啦 有人吞牛奶的啦 什麼等等 一大堆手段都來了 結果 稍微酒醒了 你看你只知道你痛 你這時候你急於想 誰讓我痛你不知道 對不對 我用這個比喻 它有一層一層的細緻 那麼 誰讓我痛我不知道 為什麼 你看誰讓我痛我不知道 那為什麼 誰讓我痛 那個為什麼又不知道 一定我跟人家起衝突嗎 那為什麼起衝突 又不知道 你看一層一層 那麼 這一個的知道得要你不斷醒過來 對不對 我用醒來講 就是 現在人講的覺悟 智慧的開啟 不斷 啟用 那麼 智慧的開啟 需要透過清淨的力量才有辦法 所謂晉級光通達 清淨到極觸你的光 光就是智慧的意思 就是好能量的意思 就彰顯出來 能解決一切人事先的問題 這個解決不是動腦筋解決的 而是自自然然 你的能量出來自然轉化化解掉的 所以晉級光通達 你看 你的清淨還得到極初 所以剛剛講的 你們假設有這些工法在運作 運作明和與比較清淨 你就會知道稍微比較 粗一點的煩惱 你就會知道 那麼你在深入你就會知道更細緻的煩惱 是這樣一層一層 你如果能夠透過這個工法運作 運作到你已經到了 登地第八地菩薩的時候 你這時候 明白了 你你這個生命為什麼產生的煩惱 你看 這時候不是你這個生命有煩惱 是你這個生命為什麼產生的 這一件事情叫煩惱 叫煩惱 那麼 這回歸到極處就是所謂的長極光 就是你們一切眾生的本來面目 前面加個父母衛生前 所以 父母衛生前的本來面目 那個狀態是絕對沒有煩惱 因為他沒有妄想 沒有妄念 他尚且連妄念的 所謂的習氣都沒有了 所以那是一個 你們做工法的終極目標 那麼有的人在這個過程 為什麼 知道了 明白了有煩惱了 可是煩惱對峙不了 他有一個 這個江志祺 對峙不了 是因為 他在這個工法 運作的時候 他的目標太短淺 太短淺 所以 老總講 信為道元功德母 長養一切諸上根 你那個信力不夠 連基督教講啊 信妄愛 是吧 那麼 佛家淨土講 信願行 那麼 很多人不了解 那麼信 信是什麼 望又是什麼 愛是什麼 就是 去跟 耶穌基督要東西 求他保佑我 賜給我一生的平靜 對不對 一生的幸福美滿 尤其是每天 三餐那一桌 要先感恩 對不對 他要 哎呀 基督耶穌在天上 你誤解我的意思了 信 望 愛 信是你自己的基底 你要知道 你有這一個直信 你能夠成就一切 封公尾基 當然我們不是為了追求封公尾基 封公尾基是形容 形容你這個生命可以真的幸福美滿這件事情 而不是外在很多的明文力養不是 那麼 你得有這個信 利的具足 望是 方向的意思 你方向要對 我們要仰望 希望 希望 所以淨土講願 你們常常世間法把願望兩個加在一起 願望願望 其實他是同一件事情 他只是 應對的族群的 這個習慣不一樣 理解 這個生命涵養意義的用詞不一樣 所以西方用望 東方用願 那麼 愛是什麼 愛就是行 你要落實 你不是只是在那邊嘴巴講 那麼 一旦 愛有落實的時候 他就有深度 所以 一個崇尚基督教 基督教法的人 他得要先把他的這個三資料搞清楚 信萬愛 那麼信我們剛剛講是字體 好嗎 那你這個信 的字體 如果沒有具足六個層面 他也不叫信 那麼世間法講什麼 信心成就一切 態度決定一切 那麼為什麼他能成就 因為他具足了 理外一如的生命概念 所以他當然能成就 意思說 第一個信志 相信自己有能力成就 第二個信他 相信外在的這些神子 的教會 我只要照著做 我就可以把我自己的能力給提煉出來 那麼這時候兩個名額 你再來就是相信自然律了 那自然律在佛家講四個 詞 也就是 因果 理事 所以 又信 因信果 信理 信事 因果理事 這四個字 就是現在人講的自然法則 你要相信自然法則 而不是自作主張 不是自以為是 那麼你這樣多起來的時候就達成這一個 聖賢的教法 那麼 你依這樣的修持 你就可以得到所謂的剛講的決心慢慢跑出來 然後你第一階段不是馬上就覺得 生命沒問題了 你會有初階段的喜悅 因為有別於過去的煩惱的枷鎖的牽制 你會了解 原來這樣有個方向的 人最怕沒有方向 沒有方向無所適從 那個生命的能量是溃散的 溃散他不能擬拒 台語叫財伯 不財伯 不財伯你就虛的 那在道家叫做什麼 精氣神不飽足 不飽足 那在佛家就是你的念不鑽不依 他會溃散 那麼 於世間法 跟初世法 他的成功 都在這個關鍵 你只要能擬聚 那個心力出來能擬聚 你就是符合世間人講的一句話叫做 世出世間法得乘於一 而敗於二三 你要成就得要那個一 換言之那個一也就是那個信 信就是磚 磚一 那個意思 你心中只有這個麥克風 對不對 只有這一個麥克風 這樣 那你就是信這個麥克風 那是說沒有事 我現在還看到毛毛 對不對 這個這個另外一個麥克風 那你別人是你不信這個麥克風 你還有心有他 所以你就不容易從這個麥克風成就 是這樣 那你把它都在你們所有的羞恥的功法上 就是這一回事 在過程你開始洗底了 所以你知道有痛處了 那麼第二階段是什麼 你在得力在深入下去 可是很多人在第二階段都會僵持停滯 他會有障礙 他發現了之後 他誤解了 怎麼 我越努力 煩惱越多 他誤解了 那麼他就會起 畏懼心 這個畏懼心 就是一種雜心 雜心又把他原來的一 給潰散了 所以通常 一個學習成長的人都在這個區間來來去去 來來去去 那麼什麼還會來還會去 受到 這個叫創傷了 誤解他 然後他就失去信心 他就退轉 退轉 退轉到谷底 又 遇到極度的痛苦了 極度痛苦又想尋求方法了 對不對 然後他又找 有人在告訴他這個理路 他又反正也沒薄了嘛對不對 死馬當活馬醫 好吧 再做做看 做了又有 又到這個關鍵點 又起煩惱了 他以為 是這個工法起煩惱的又沒用 所以又退轉 都在這邊來來去去 這一種學修的人 極限在所有的 中文教下 各個宗派 各個宗教裡面 各個性成長的單位裡面 都佔了 百分之 七八九十以上 是這麼大的一個比例 那麼 你得要遇到 有人告訴你 這些理路 清楚你才會什麼 你才會安心去做 所以 上一次我們告訴大家 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 就是 安心 把你的奔馳出去的心 無所適從的心 射受回來 安住在一個點 你只要能夠安住在一個點 他就會生根 生根就會發本 發本就會延幹 芝 葉 花果就會長出來 那麼一旦長出來的時候 你這一個生命圓滿 你這一些問題通通 不存在了 所以要去了解 到第二階段的時候 你 還一直處在這一個困擾的時候 很久很久都解決不了 那表示 我們的力道不足 我們的總能量沒辦法去因應 這一個所謂的我們發現原有的煩惱 那麼第一個層次是你的能量提升出來到你有能力發現原來的煩惱 這兩個有點不一樣 那麼到第二個階段的時候這時候毅力就要出來了 毅力就要出來了 因為這時候更要射受住心 那麼 你這時候要有訂見 你如果沒有訂見你就容易受環境的影響 所以一旦有訂見了你就不管環境了 這時候就像我以前常做一個比喻 一個開車的人 他開在路上 兩排行道樹 他的目標是哪裡 假設我從 台北開車到高雄 我開高速公路 哪有行道樹 不只行道樹 對對 有時候還有好風景 那開車人是什麼 是專注在你的 軸線上 一直開 那你的余光 一定會看到周邊的風景 那這時候你會怎麼樣 看到不好的風景 你就盯著他 對不對 氣死了 罵 一直罵 然後煩死了 對不對 怎麼有這種不好的風景 你先撞車了嘛 所以你到不了 世間人學修就像這件事情 那麼真正 學修的人是什麼 是 不管他 你看 用世間話真的講得很輕鬆 就不理他就沒事 那你說這是安慰人的話 這不是 這是真理 不理他就沒事 不理他他會來理你 不會理你 對不對 是你理他 理到他來理你 其實是理他 對不對 所以你把理他當作理你 實相是這樣 這個很不好懂 為什麼 因為那是你的自陷境 那你的自陷境總是來自你的所謂的基底 也就是你的起心動面 言行造作 產生出來的境界象 剛是不是講 在一秒鐘當中 你已經產生了多少境界象的 2240兆個 現象了 你都不知道你到底產生多少境界下 所以 反觀所有你生活當中遇到的人事物 通通是你自己的境界下 所以一個生命成長 你必須要知道對象 你在成長什麼 你要往哪裡成長 你要往哪裡改善的意思 問題出在哪裡的意思 所以你們那一些功法都是階段性 階段性透過那些功法 有的拜佛 念佛有的祷告 有的做彌撒 對不對 有的那個 一天要五次朝著阿拉的方向 對不對 去朝拜 這些通通叫做功法 那麼這個功法 如果你沒有心法 這些功法通通變成宗教的文化 的遺軌 他對你的人生是不可能有任何好的作用的 他唯一一個好作用就是你自我安慰 自我安慰 那自我安慰境界向還是不能解決 因為你沒有策罰底源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問題點在哪裡 你把它堵絕掉 沒有這件事情 那麼 自古以來的覺悟者都告訴了我們 我們所有的一切問題都來自我們的起心動念 也就是我們的妄念種子產生的 那麼你的妄念產生所有的問題的境界向了 你的分別又把這個境界向扭曲 變直 變直的更嚴重 加上你的執著又讓他加碼 加碼到嚴重到不行 所以嚴重到極致 就是世間人用一個詞來形成叫做地獄 所以我們在人道裡面 如果過著很痛苦的日子 我們就是人間煉獄 很痛苦嘛 極致的執著造成痛苦 那麼 這些工法就是為了要去除這一個概念而已 那麼能不能徹底去除 這沒有定法 會的可以 不會的不行 不會的比如說剛 為什麼你們會有這個疑惑提出來就是不會 可是又有接觸 接觸與不會當然有很多的疑惑 所以要把它搞清楚當你接觸了 你運作了你遇到問題 你了解了 了解之後再去運作 這個叫做會了 所以他不是一下會就解決 依現在人的根性 基底 不是這樣 依古人那種上上根人可能是 所謂上則一念間下則無量解 上上根人是你跟他講一個道理 他連工法都不用做他就解決了 比如說 放下極德 對不對 放下極德 好多煩惱 對不對 人世間好多問題 放下極德 放下了 他心就放下了 他真的就得到他的幸福美滿在當下 一念間而已 一念間 那我們就不是 我們就習氣身後 人家叫我們放下極德 說哎呦 那好可憐 一定是這樣 那你看 你看 這種互動就是連那個性子都沒有 好多也說 是 是 好難 你看這已經很訓了 是 好難 已經很訓 那好可憐 所以我們遇到很多人不能解決問題 就是那個信 沒有 你看 那好可憐的意思背後承載的就是他沒信心 對不對 所以 很多的工法都是叫你先去藏的 藏什麼 品藏的意思 試試看 你去試一下 你就知道你有多少的問題 是這個關鍵而已 那有多少的問題 有的人可以繼續下去 他能解決有的人要什麼 要轉一下彎 因為他有執著 他有意識形態 他有烙印象 他一旦烙印象說我這麼做都會有煩惱的時候 這時候他的主宰是那個煩惱習氣 而不是他的功法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幫他再調配方法了 可能叫他什麼來拜佛的啊 你這時候就要那你念佛嗎 那念佛又唸著 剛唸又很好 你唸一陣子 師父又來了 煩惱又來了 對不對 然後他又落在煩惱的印象中子了 對又阻礙了 這時候人家祷告 對不對 祷告 很好耶 他倒很久了 對不對 怎麼 怎麼 倒了十七八年了 還沒有耶穌的訊息啊 耶穌怎麼也沒寫信來 對不對 然後怎麼上天國 一大堆這些煩惱 這些就叫做不會 那麼你有看 這些也就名合於眾生的浮動的習氣 心浮念亂 這個東西 所以你就知道 所有的功法 你只要有一個方向 終極的方向 你過程什麼都不理 你很快就達成了 很快就達成了 你知道我們剛剛講開車啊 我的目標在高雄 我開車的目標是要開到高雄安全到位 所以我這一趟不是欣賞風景 我如果下次的目標是欣賞風景的 我就不要開車 我就坐車 對不對 這個你要很清楚 所以現在人在學習成長 就是把這些目的跟 行為實質的行為 都錯了 我又要開車到高雄 我又想欣賞風景 又夾雜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會出事 那麼如果你只是 一個念頭開車到高雄 你就會很專注 在這個軸線上 所以不但你的風景不會去讓你分神 在你前面的這一些阻擋的車子 你都知道什麼時候要什麼超車 什麼時候要避車 還有外來的這一些影響 因為你的極高度的專注力 所以讓你的 整個生命運作的機靈性會提高 那麼有一些旁邊出車 或突然噴出來要撞到我的頭 我還可以閃過去 像拍電影這樣 很勇猛 這都是辦得到 因為這是我們眾生的本能 他通通來自於專注 所以在這些 禮拜 這些 大陸叫做五體投地公 你們叫做拜佛 瑜伽叫拜日式 對不對 通通一樣 在這邊 訓練的時候 就是在訓練自己的專注 自己的定進 為什麼會有這一些 我們認知的 怎麼越來越多問題 不是 它是你發現到了 這是一個層次 有另外一個層次是什麼 是 比如說我周邊 我希望透過我的修持 讓我的周邊也都變好 跟我相關的人數 能不能辦到 絕對可以辦到 可是是不是馬上辦得到 不一定 那麼 這個馬上 或者不是馬上 這個時間差 有幾個參數 第一個是 圓的深 潛問題 圓 跟這個 業障 或冤業 冤業跟業障不一樣 業障是自己 錯誤的能量 叫做業障 也就是基督教講的原罪 跟我們佛家講的 業障是一樣的東西 不同名詞 那麼 有一種叫冤業 冤業是有對象 就是你們一般講冤親在主 這個業障跟冤業的 深厚不同 這又是一個參數 再來就是我自己的精進度 不同 第三個參數 這三個加在一起 決定一個事情 能不能透過我的這一種工法修持 的改善速度 那麼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你很精進努力的前提下 你是有成效的 為什麼會冒出一些 比較 比較更不好的 你眼前更不好的事情 某一個層面是一種考驗 或者是 或者是這樣講 你們冤親在主看到你要成就了 他心慌了 他就要來障礙 所以 有一種 很努力 精進 修持的人 會遇到的障礙是一種喜事 他來測驗你 你如果更加 心中一點疑惑都沒有 就是這樣繼續做了 開車 繼續開了 很專注開 這個冤業是阻擋不了你的 他會 現前 或加碼來考驗你障礙你 因為他不想要你成就 就好像我們講 你的仇人 或者是我們不要講別人 我們講自己好了 我們是別人的仇人 我們看不慣人家 對不對 我們跟人家處不好 我們跟人家處不好 不是人家跟我處不好 那 人家有公民成就 你會怎麼樣 一般人會怎樣 嫉妒 對不對 嫉妒就會怎麼樣 障礙 迫害 對不對 那你說是那個人比較窩囊 還是 他越來越好了 他越來越好了 就這一回事 所以 在 靈界的世界跟人界都一樣 都有這種自信 所以某一種 你在羞恥的過程 身邊遇到更大的災難 他並不是說你錯了 或者是你不到位 而是 可能代表著你要超越了 所以他才會來 當然 你們現在人世間在羞恥 會遇到這種東西 都是一種 小 障礙 他絕對不是 是一般人講的什麼 魔藏魔考 天魔波勳來了 對不對 那個 我們太瞧得起自己了 對不對 天魔波勳會來障礙我們 是我們有能力超越六道輪迴 那個臨界點 到了 我們的功夫到那邊了 你看多了得 就是 你已經沒有 執著了 剩下一點一點一點點 非常非常非常少的 一點點 那個執著的味道 這樣而已 天魔就會在這時候來障礙你 因為 他不希望他的 魔子魔孫少一個 一旦你超越六道輪迴 他就少一個 魔子魔孫了 所以他的 冰降就會少一些 所以他會緊張 那他能不能真的障礙你 絕對障礙不了你 是你障礙你自己 他會設下很多的考驗 是你障礙自己 就像我們世間人考試一樣 有那個考卷來了 是你不舔的 是你沒讀書 那你怎麼能怪老師給你零分 對不對 是你自己不讀書 那是不是你不讀書是你自己障礙自己 不是老師故意拿考卷 來讓你零分 不要讓你升級 所以 在我們生命成長就像這件事情一樣 那麼 從這一個角度 這一些 拜佛的功法 你們就要有這一個信心 信心 那麼 有信心也不是糊裡糊塗 那個像魯夫一樣 什麼都不怕往前 往前撞 不是這樣 你還得當中 去用這種細緻的 念 細緻的心境 所謂文殊菩薩的修辭 那種 細念 唸 唯細念 盛唯細念 一個一個去參 這時候不是研究了 那麼參很難懂 參 我們世間人 我們世間人用研究的概念很好懂 可是學修成長用研究絕對是個障礙 因為他動了心 他動了所謂的意識 意根式 意根式就是執著分別 他動了這個東西 他是用這個是在考量 是在分析 那麼 一個生命真正要去歇脫 不能用這種思維模式 他必須把這種思維模式丟掉 所以他說那你說丟掉是什麼思維模式 就是不是思維模式 所以 他只能說 不能用這種思維模式 而不是另外一種思維模式 你丟掉有 他就是無 對不對 這個無又是空 他靈驗 他不是什麼都沒有 不能起作用 所以 才方便講 離心意識 你看他只是要你離心意識 不要 心意識的作用 那個叫做餐 所以餐門叫做餐就 那個餐話頭 都是這個意思 那餐 就是什麼呢 就是叫你不要用執著的心 分別的心 妄想的心 去對待你一切人之間 你還是一個活生生的一個生命體 所以你還是有感受 可是你的感受 沒有分別執著妄想 所以他是精準的 一旦你往這一個生命的思路 你還是要講思路 這個方便講 這個分別域非裔 你要用這一種模式好了 這種模式去對待的時候 你很容易就放下了 人世間講的意識形態 成見 這種東西 所以你的五見就很容易去除 所謂我見 邊見 見取見 借取見 斜見 邊見 就是對立的意思 我見就是執著 一般講身見 執著這個身是我 那我們都見過在這個身 的立場產生的所有的 對立跟誤解 這個身有了你就邊見了 對立 那邊見久了之後 你的意識形態產生 你就有成見 成見就是 劍取見 借取見 一個從音上講 一個從果上講 那麼 你就會有反一切錯誤的自見 叫做邪見 所以我們眾生 只要在 這一個苦難的世界裡面 都沒有離開這五個概念 那麼 你就知道這個離心意識最初級就是要把這五個丟掉 這五個丟掉 那你說這五個丟掉是不是要再想另外一個 想另外一個又回歸這五個了 所以只是叫你不要而已 所以在 老子講的 這個微到日損 損就損 以至無為 無為而能無所不為 那個就是大作用 所以從 信制 你就可以 發展到 這個層面 所以老總統才講 信為道元公德母 長養一切駐善根 所以你們在做那個工法的時候 這個信心是非常必要的關鍵 少了這個信心你就持續不了 他持續不了 你在當中一定就遇到這些 諸如此類的疑惑 而不能解 不能解的時候就退轉 退轉是不是 就是你們常常聽到的那句話就好像遙遙無起 變成天方夜壇了 那句話呢 著力今生虛了卻 誰能累結受於羊 所以我們 累生累世累結都在 遭受災羊 的原因就在這邊 因為我們不能 一次解決 避其功於依依 所以 人家講不退初心 成佛有餘 這個也是一個關鍵 你就是原來的那個初心 是怎麼樣就好 可是我們常常在 初發心的工法的運作的過程裡面 隨著這個時間的引流 我們會長養出其他的欲求 那就不是你的初發心的 那你的初發心也許只有一個 對不對 我不要這些困擾 那我不要這些困擾 你在發展的時候 你當中會發展出 我要那個美好 你本來不要困擾 你現在又要那個美好了 這些又層層跌跌出來 所以這個又依回你所謂 生生世世無死無名的 這個夜陰種子的運作了 這時候人的貪嗔吃 永遠消除不了 所以 六道輪迴求出無期的原因是這樣 那如果這個概念能夠去把持住 一個人要在這個時代 透過生命成長不是一件難事 最難的就是那一個定性 不夠 所以希望這樣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嗎 師傅 我跟我的內人 在那個5月15號的時候 下午4點 曾經到高雄跟師傅做協談 那在協談過程當中 我的好朋友劉文宏幫我錄音 那回家以後呢 我就 請我的內人太太 聽那個錄音 但是在聽的時候呢 聽到當時在現場的時候 她會很痛苦的時候痛 結果好像是在聽錄音 錄音的錄音檔的時候 也會感覺又開始痛了起來 我想請師傅仔細一下 如何避免這種事情的發生 如果在聽錄音的時候 那5月15號 要因應不用鼓勵 因為你們也沒能力鼓勵 佛法講 十項 那麼 這不是數落的話 是告訴你們要務實 你自己能量要去長養出來 就是那天我告訴你們 家屬一定要以親近的心去對待 平等心去對待 那麼我 講你前面第一個問的那個問題 為什麼會痛 痛有幾個層面 一個是想出來的痛 可是 這一個不是 在聽法的時候是一種 類似 有人 曾經生過病 吃過中藥 中藥在竄氣 有沒有 有時候我們吃了之後 我們 某些筋肉會酸酸麻麻的 有的也會痛痛的 甚至有的人他的身體 裡面含腸太多毒素 有些中藥比較猛一點的時候 他會幫他 他會叫下巴來 蟹 中醫在治病就有幾個 汗吐蟹 汗吐蟹聽得懂嗎 排毒 以流汗的方式排出來 以吐的方式排出來 以蟹 蟹就是 大便 烙塞 這樣 為什麼會烙塞 因為裡面是毒嘛 所以 那個現象就是 法的能量在幫他喘氣 他當然會不是 因為他吃了太多藥 這是從以前到現在 所以累積在身上的這個藥的毒素排不出去 尤其是那些化學的 不是這麼容易 一兩下子就能徹底乾淨 那也不能一兩下子就讓他徹底乾淨 要不然他會虛脫致死 所以積著陽青 在處理一個人的病理的問題 尤其是極度的重症這一種 你要有善巧方便 剛開始是疏通 我舉一個例子 這是我在早年 小時候遇到一個中醫師 他 對我不錯 然後曾經告訴我的一個理路 他說他們學古法中醫 那麼 他很多同業用著古法的中醫去治療 所謂你們現在講的血栓 中風 這件事情 那麼 很多他的同行 用了那個方式下去 結果這個病人沒救了 他們就會有一個疑惑 古法 這些醫理不就是這樣嗎 為什麼我用上去的時候 這些人的血栓微血管爆裂 爆裂沒救了嘛 那麼後來他擺失不解 擺失不解 深入去理解之後 我跟他講說 你要考慮到現在人的體質 跟古時候的人不一樣 你們所讀的醫書理論是沒錯的 可是他是 幾千年前的 對不對 他因應幾千年前 一千年前的人 那時候人的生活習慣 作息 飲食跟我們現在都不一樣 所以體質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意思說 在這個古法 在開藥之前 他要有一個藥 他要一個疏通的 他本身不是治病的藥 可是這一個藥是在 先活絡他的 精脈血氣的 包括他的血管 活絡的 舒張壓 讓他有這個彈性 第二步 要看他 已經舒張到 可以承受的 狀況的時候 他在開真正的藥 這個藥很猛 一開下去 這個血酸的部分 就串過去 串的過程 還是會有不適感 可是這時候 因為他已經活絡了 他不會 受不了爆裂 所以這時候 這個中風很容易就把他治療好了 是這個意思 那麼 我們現在的人 就是有這個問題 所以在 謝 還是排 這都是一個 疏通的方式 是一個良性 可是 我們要了解 為什麼要到這個程度 是因為 我們累積了太多的毒素 這太多毒素 有可能在我們 看醫生之前就有 所謂這癌細胞 那麼 有另外一個層次是 看了醫生吃的這些藥 有副作用 那麼 他可能壓抑了某一些 器官的作用 讓我們沒有 沒有不適感 可是他的另外一個副作用 造成我們身體的 另外一個層面的 承受不了 所以產生副作用 所以我是不知道 因為我 沒得癌症 那麼 你們有得過癌症的人 你們有沒有發現 你們只要用藥都有副作用 對不對 那依我的個案是 只要不用藥 我們很容易百分百把他救活 只要不用藥的前提 那麼 用藥他變成 一方面 三知識的能量 在幫他 活落細胞 救他的細胞 細胞一定兩個一起救 健康的細胞跟 生病的細胞一起救 救起來的時候 用藥殺細胞 細胞也一起殺 健康的殺 不健康的殺 那麼 這時候 你不要忘記 如果 科學上來講 我們細胞有記憶 他會有仇恨的 他會有仇恨 所以我常跟 治療癌症的病患的醫生講 你們要以和解共生的概念 去對待這些病人 你們也要教這個病人 有和解共生的心量 如果這兩個單位 都有和解共生的態度 跟 例行 癌症是天底下最好治療的病 他不會 為什麼 你同時這一秒鐘 再長出 細胞 同時這一秒鐘 再死掉細胞 你就算不得癌症也是這樣 我們一個人 七一年 太舊歡心一次 一個週期 七年 整個人已經不是你的 細胞 50兆 個細胞 全部都不一樣了 那麼 又在七年 又太舊歡心 那是不是第七年 才一次換 不是 是 你分分秒秒都在換細胞 死掉生出來 死掉生出來 你 死掉生出來 這個周慮 要七年 才整個換完 這樣 那換完又緊接著 持續再換 對不對 那麼 由這個理路你就知道任何癌症病患都有救 我只是他要不要救自己 或者是懂不懂的這個理路而已 我再細緻告訴你 那這個細胞生成 有健康跟不健康的問題 對不對 我們用用對比 同樣兩顆細胞長出來 在這一秒鐘長出來 健康跟不健康 誰決定 你的念頭決定 那這不是佛告訴我們的而已 是當今的量子力學家已經告訴我們 他高度的量子力學的研究 他告訴我們 整個宇宙的存在並沒有物質 物質是我們念頭 產生的累積相續幻象 那你的細胞是不是物質 那意思是說 你在那一叉那 變現出來的那一個細胞 是健康與佛 決定在你變現出來那一叉那你的念頭是 喜悅 是好或壞 我們這樣講 我們要講清淨 是清淨的還是染紮的 所以你如果隨時煩惱日牽掛 你看分分秒秒都在長細胞 你煩惱一分鐘你這一分鐘六十秒鐘長出來所有細胞都是 有病的細胞 那就在看他的病的程度 那你看長出來是這樣的 死掉會怎麼樣 死掉也是很公平的 死掉很公平 長出來就不一定公平 這個概念很重要 死掉了 前面死掉了 好的壞的都死掉 後面長出來 決定你的念頭 你的念頭如果是好 兩個都是好的 兩個都不會你的念頭好長出一半 不會 所以你看這四個 後面兩個要替代前面兩個是不是 前面至少有一個不好的 死掉了 長出好的 那你是不是身體少了一個壞細胞了 分分秒秒都這麼一回事另外一邊也是 太舊換心 就這麼一回事 所以我那天再三強調跟你們說絕對不能憂慮 牽掛 因為憂慮牽掛絕對是壞細胞 壞細胞 那我們這一輩子 的 初始發現癌症 癌細胞 他不是只有這一輩子的累積 他累積你上輩子的錯誤能量到這邊 這個叫業力 原罪 就是這樣 那這個業力又讓你這一輩子 成長過程沒有接受到聖賢教育 心該怎麼對待 與該怎麼對待 行該怎麼對待 沒有 所以我們一旦沒有這個正確的對待 通常99.9%的人 都是 錯誤的對待 那這個應該大家不會反對啦 我要定義一下 我們定義大家會反對 什麼叫錯誤的對待 煩惱即是錯誤的對待 反問自己 你們這一輩子 煩惱佔幾% 從生出來到現在煩惱佔幾分 假設100分你們佔幾分 所以你看你的西 為什麼 人就是生老病死 對不對 那為什麼這種事去 是誰規定的 是我們自己 願意讓他這樣成形的 生老病對不對 你看 人是不是你們這個時代 看到的是越老 越病 沒這個道理啊 如果越老越病 我們幹嘛要活 對不對 那我們幹嘛要學習成長 我的意思啊 你在怎麼學習成長 最後就是一定病嘛 一定死嘛 是不是 可是這是錯誤的生命現象 什麼叫錯誤 就是你可以不要他 你可以改變他 因為他是錯誤嘛 那有一個正確的等我們 那古時候不是呢 古時候是越老越健康 他會摔 可是他是健康的 喔 可是 加上越老越有智慧 越能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你看 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有修行的人 他越老越健康啊 而且往生自在 他沒有死 這件事情 他欲知實至往生自在 他可以決定自己的 生命靈魂的來去 可以決定不是被迫那種 所以也就是說 他這一輩子的成長過程 他符合正確的理路 他懂得以心控物 這個理路 以心控物 這四個字 是科學家提出來的 那麼佛家 3000年前就講完了 叫做心腺事變 一切法從心想生 萬法由心造 這些 不一樣的言詞 就是科學家講出來的 以心控物 這四個字 控制的控 物 物理的物 對不對 那麼我們癌細胞是不是物理 誰控制他 你的心 你 偏偏要用你的心 控制你的健康細胞 變癌細胞 你懂嗎 那麼我們反過來 我們懂得這個道理了 當然不要 所以即便我先生是癌症病患 我現在是教你怎麼看待 你自己一定要先自立 先明白你才能 怎麼知道怎麼幫助自己的太太 你自己明白了之後 原來是這一回事 那我天天要過快樂吧 對啊 那時候 人世間真的有煩惱 那是你自己要選擇煩惱 不是有煩惱 那些煩惱也是假的 你偏偏要認假為真 剛剛他身體不好啊 他不好 你為什麼也要加個煩惱呢 對不對 所以昨天我才跟人家講啊 前幾天也是啊 我說那個 我經過的病患 我都覺得他們好倒楣 經手過的病患啊 因為他們有很多朋友 更倒楣 對不對 什麼 我躺在醫院啊 我人緣很好啊 對不對 那朋友來探病的多啊 然後多數你們去探病的經驗是帶著憂醜還是快樂 我不倒楣死了 對不對 我自己本來自己一個人安安靜靜在那邊親近 哎呀 細胞 剛剛那個細胞理論你們知道 對不對 壞的細胞死掉 健康的長出來的一個來 哎呀 你怎麼這樣啊 哎呀 你怎麼沒辦法照顧自己啊 哎呀 你是怎麼樣 就憂慮了 你看我才要長樣出健康細胞 他們的能量又來了 壞細胞又長出來了 沒完沒了 所以癌症的人多數是被自己嚇死的 90%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你說怎麼幫 回去 不斷經過他這些概念 自知死地的後生 剛剛前面講 生健是假的 我們就是有這個生健 所以 并發出所有你們 人世間不能解決的問題 你知道要解決這些問題多簡單 生健去除掉 一概解決 這個什麼意思呢 斬草除根 你不要那個 除草機 都在那個末槽 然後 半天 已經 你的草原很大嘛 除到那邊後面都斬好了 是這樣 是這樣啊 我們對待人世間的問題 你不覺得這樣嗎 層出不窮 因為你沒掌握住根本的問題 所以只要你把根剁掉 那個草表面看起來很新鮮對不對 不要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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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然就隨著時間枯萎了對不對 是這樣啊 你一直理都不斬根 你一直理他還是一直斬 是這樣 所以 這個就是那個新的對待 你要懂得這個新空物的理路 那 因為你們剛開始 你們不懂 所以 透過我們的一些外力 的一些進化 也是情有可原 那麼在進化的過程 就有那個苦 所以不要逃避 叫他 要理解這個理路 在家裡聽法的時候 有時候會 那是正常現象 你幫他刷金路 在幫他 你想嘛 你這個載體嘛 承載很多廢氣嘛 那物質能量會轉化嘛 比如說癌细胞 瘤 是不是很明顯 你們知道他是一個物質 對不對 那這個物質 永遠是物質嗎 假設你把這個物質 給進化掉 他要變成什麼 他不變水 他就變氣 對不對 那你滿身裡面 這時候不是癌细胞的 是水或氣 那他水或氣 不排出來 你也不能健康 對不對 你很難直接排出 一顆瘤 很難 所以你要讓癌细胞 瘤這種東西 離開你的體 不是用科學家那一招 叫切掉 切掉是眼前 你看掉就看到 就像我剛剛講 除草 不除根 那麼 我們剛剛講的是 正確的方法是你讓這個 瘤或癌细胞 你化掉 化掉的時候 他不是直接不見了 他變成 氣或水 所以中醫的理路就來了 吐 汗 蟹 這個東西就來了 所以在吐汗蟹 往外排的過程 他就有苦受 很正常 這是正確的理路 當然有錯誤的理路也會有苦受 直接加進錯誤的能量也會有苦受 那麼那個就是心態的問題 所以了解這個 苦就苦嘛 我現在在幹嘛 我現在應該幹嘛 就做什麼 苦是他的事 是他家的事 誰家的事 苦家的事 我不是苦家 所以我還是要過著快樂 苦是他的事 所以你說 彈何容易 當然彈何容易啊 所以要修要訓練啊 可是 至少你現在知道了 你遠比所有現在還躺在醫院裡插管的病患 你幸運多了 你懂意思嗎 因為你有機會 你有機會 他們 也許 質地是相信的 可是他沒人告訴他 沒人告訴他 他永遠就是不成 所以當你知道之後 你們要全心火力 就是那天我告訴你們 創造環境 給自己 硬體環境 軟體環境 我在的地方 看到的都是美好的 聽到的都是美好的 對不對 想到的都是美好的 聞到的都是美好的 這一類 讓我心境都往美好走 那麼如果能親近 如果能親近更好 因為 世間人喜歡美好 不一定喜歡親近 因為他誤解親近 他以為親近什麼都沒有 是這樣 那麼以前有人就問我啊 親近好可怕喔 為什麼你們老是教人家要親近呢 他親近不是什麼都沒有嗎 好無聊喔 你看看我不無聊啊 師傅 你是我經過最風氣的啊 風趣啦 對啊 好像最多姿多彩的啊 那就對啦 這叫親近的效果 所以親近不要誤解 他什麼都沒有 親近就是你這個人 頭腦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叫親近 那因為你頭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所以你看透了一切人世間的理則 你才有能力看透 你看透了就沒有任何人數 可以影響你 讓你心情不好 親近 所以你能夠體會到 一切生命存在的更美好的 那一個境界 因為你看得到嘛 你到的了位嘛 那我糊倫吞吊吊吊吊的 都分辨不出來 你怎麼可能享受 真的高品質的生命 你不可能 所以親近是這麼一回事啊 所以 剛剛講美好 美好還有迷惑 還有迷惑 所以美好是普世價值 那親近是出世的價值 所以如果你的目標 能夠定在出世的價值 這一個病痛 很容易就超超越過了 非常容易 即便 以你們的人事間講 這個個案 的確是很棘手 可是我也告訴你 大有可為 只要你剛剛 好理解我的 講的那一個部分跟那一天理解的 你們在不斷重複薰修 重複薰修是為了讓你更生嘀咕 讓你的 所謂的慣性出來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人不是沒能力 是習慣錯了 習慣錯了 比如說 你們遇到人 打你一巴掌 你的慣性是甚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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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的打他 啊 比較胸的胎啊 對不對 人家打你爸爸 你一個回報一把刀啊 對不對 你看 為什麼不學耶穌呢 人家耶穌的關心就是 先理性你打我左臉 右臉再來 再來再來 有的人會惹腦 再啪下去 再來 左臉 他就這樣 當他打不下那一個 你的 你跟他的冤夜消了 消了就自在了啊 對啊 所以 在佛家就是你要善於消夜這件事情 那消夜就是清淨心 對待一切事 那不是說我們是白癡 呆子分辨不出來 真的有痛啊 我知道啊 知道就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是 我不被痛控制啊 我這假設我現在生病了 我也曾經有這種經驗啊 人家來協談 人家坐著 很久以前就約好了 對不對 我們又不好意思給人家推掉 然後 突然 肚子痛 對 然後糾結 對不對 很痛很痛 然後裡面的肌肉緊繃 時間到還不是坐在那邊 那什麼問題啊 他會不會痛 還是在痛喔 不是沒痛喔 你很清楚他在痛喔 可是 你更清楚 你不被痛影響 因為此時此刻 既然我跟人家約好是協談 我的工作 我的心念全部就是在協談 我沒有時間花在我的痛 那痛是我剛講他家的事 剛講苦家嘛 現在是痛家的事 各家各家去承擔他的 他的職業 對不對 他要發展他的痛是他家事 協談完了 很認真這件事情對待完了 痛好了 我的病都是這樣治好的 所以 我覺得這個方式太好太好了 所以分享給諸位 你們 在你們人生當中也可以任何病痛都不要 遇 可是 你一定要比任何人更清楚理路你才做得到 那不是 很多人就說 那是因為你是師父啊 不是這樣子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扭曲真相對不對 是因為我這樣做所以我做師父 而不是我是師父所以我才這樣做 你不要倒因為果 意思是說 你們每個人都這樣做 你們每個人都是師父 合理啊 因果不空啊 所以 回家這些看待 有時候到那個黃昏的時候會比較不舒服 這是一個維持空間 的一種時差 什麼意思呢 他們的冤心在主如果不是人道 是陰間的 在那個時間 比較有活力出來 跟他 要在 所以要更明白 我講這不是叫你害怕 黃昏的趕快關門關窗 不是這樣 這個沒有用 所以 意思又說 我知道這件事情了 你不知道的時候最難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要不上就上去 要不下就下一點 不要懸在半空 不知不解 這是沒辦法解決問題的 什麼方法都好就是不要懸在半空 那個喜悅心 你等於說你給 無形空間的眾生是給他能量 你這個一張面子給他沒用 給他沒有太遠的收不到 你還是留著自己用 所以給他就是能量 能量 是從哪裡來 從你的念頭來 所以一切 剛剛連帶剛前面那個問題 那些工法都是要幫助你 去長養出你的好能量用的 那 也就是說有個主軸了 那些工法都要秉持 專注 一心 親近 這個層面 為什麼這時候我不講慈悲 因為你們在 一拜一起 或念佛做功課的時候 很難再想一個什麼叫慈悲 可是叫你專注可以 那麼慈悲也不是想出來的 慈悲是你這一些能量有了 你送給人 這叫慈悲 所以前提是你要有能量 然後我很慈悲要送你錢 很抱歉 這是我的心意 為什麼很抱歉 因為我沒賺錢 你還會得罪人 欺騙社會 對不對 沒錢你還敢講 林杰也會對這種人討厭 所以 我們要真的去做出 你們講的回向的功德力 那功德力不簡單 功德力不是你做就有 是你要做到位才有 什麼叫做到位 心清淨就有功德力 換言之心清淨你能直接清淨什麼事都不用做 他本身就是功德 所以功德很好用 因為我們直接 清淨不了 所以我們要透過一些事項 訓練清淨 把這個清淨心訓練出來 做個念力 以心控物 控自己 也控這個能量 做一個意 推向給 我累生累世的冤信債主 他們說到 你這一個隨著時間過他有一個波風 怎麼最近 黃昏的時候特別難受 因為他要的特別多要的特別勤 那你給他了他收到了他就安心了 留一些不要那麼密集 然後這個波風就會這樣慢慢慢慢往下走 往下走 然後那個頻率就會越拉越 越寬 本來密集 本來 本來每天都都這樣痛 那你這樣做 你就變成兩天痛一次 再繼續做就變成三天痛一次 是這樣 有這個周率 所以這個也是跟前面那個關係 那問題有關係就是信心很重要 你們你看你只要沒信心 你為火而遇到又醜眉苦臉了對不對 慣性 醜眉苦臉又傷害了 那你看你到底要要救他還是要害他 我當然要救他 你到底要救他上岸還是害他 我當然要救他 我當然要救他 那溺水的人我當然要救他 一直給他 這就不對啊 就一個方向救他上來就對了 這樣可以明白嗎 你們自己可以做的 所以有時候很麻煩 因為 現在的人 他的 我們啦 我們大家是這個時代 其實幾億人口都差不多 心浮氣躁 所以你理沒有加強的話 你事做不到 以前的人比較沒這個問題就直接怎麼做就是 所以他很容易透過怎麼做就成就 那我們現在的人夾雜很多 習氣 思路 都雜 所以 直接做 沒信心 安住不了 所以這信安住不了就沒有用 那個力量就擬拒不了 那平常 你們自己 避口手氣避木養神 耳內聽續經 經氣神 三化置頂 還是會有那些能量 你看他都不同的功法 可是都可以達到同一個目標 就是 心定 心定 心定生會 剛剛不是講嗎 進極光通達嗎 清淨到極處 你的能量就通達 就解決了 所以 要回去不斷引導他 往清淨的生命狀態 去訓練 越來越清淨他的能量越來越好 第一個利益的就是自己的肉體 因為你的靈魂住在這一件衣服嘛 你要善於縫衣服 肉體就是一件衣服嘛 所以 你們是現在對人世間有留戀我教你這個方法 對人世間沒留戀這個方法很弱 快點來往清淨的世界會更越幸福 是這樣啊 有留戀這個講不通 對不對 你要我 就是選擇第二種 我業障比你們深重所以走不開 對啊 因為還有你們 你們不要讓我走 對 這是我的業障 這個業障沒比那個 沒比那個 幸福 可是你看 還是到法的層面 所有的業力都轉化成法源 大家都幸福 一樣 我們生病是業障對不對 業障來到我身上怎麼辦 我不要跟他對立嘛 我用法把他轉化跟我是法源 那他就會化解啊 所以 生老病死就不一定是這樣的次第啦 我們現在很多人包括很多的學習者說 因病而死對不對 死亡是這件因病而死 這不是真理呢 這是你們的 統計學上是這樣的 統計學上是大家走上錯誤的路徑 要不然 病跟死是兩回事 不代表病會死 那只是說現在 多數造作是錯誤的 他的病 含雜在一起 所以攪亂了 讓你離不出他背後細緻的原因 理路 所以以為是 因病而死 不是 所以這個人如果他還有壽命 他怎麼病都不會死 他就要把你拖 因為他有命 還有福的層面 有一種叫入境人亡 自己要受用的 入就是福 就是錢財 地位 這種東西 你沒用完你不能死 還有一種是壽命還沒到 可是 你很快速用完了 所以 你也要死了 你剩下壽命要幹嘛 要到下輩子去活 因為這輩子完全沒有福了 所以你也活不了 所以這兩個要對等 生命這件事情就這樣 你的能量從無畏布施來 那麼無畏布施多去做 那無畏布施就是 平靜的心 喜悅的心 沒有脾氣的心 我現在講心法 因為無畏布施太多種的 現在不是跟你講說到處去放生這樣而已 因為你們這個時代放生很麻煩 對啊 這時代連要做三次都很麻煩 這個時代 所以這時代是業障特別重的時代 那我們業障特別重 我們要順乎 還是要順乎 你們不能跟業障抗議 沒有業障主管會來應你們的 抗議我們現在不是凡事爭執什麼就抗議 就有那個最高首長來 業障最高首長是不理你的 所以業障只能順應他 你順了他就不成仗了 決定在你自己 為什麼他會成仗 因為我命 就兜上去了 所以能外形害者天不能病 能無求者天不能平 能不貪生者天不能死 你掌握住這些 你的這些問題通通解決了 所以就是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痛是他家的事 我現在在幹嘛 假設我現在是在看 你去講戒我就會看 好痛喔 痛是你的事 我現在在看 還是痛啊 還是你的事啊 我還是看啊 這樣啊 痛的受不了 受不了是你的事啊 對不對 我的靈魂受得了 是這樣 好 那久了 這個痛的眾生 就反過來跟著你看 他也不痛了 因為他最後 他最後會感動啊 他最後也會省思啊 生命都有見聞覺之內 情與無情同因種之內 我現在講的不是說故事喔 我現在講是你們生命的實相喔 這細胞有感知能力 你以為是你自己不是 他細胞有感知能力 所以他也會去感受你的生命狀態 當你在認真看的時候不理他的時候 他最後說你怎麼可以這麼好啊 他就轉頭轉轉過頭來 當然他沒有頭啦 我的意思形容 他就轉一個概念啦 轉一個概念來 所以當他轉一個概念 跟隨你的生命狀態的時候 那個細胞就在好轉 是這件事情 所以值得努力 我說只要這樣做大有可為 你只要配合 回家他配合多好 這樣可以明白嗎 師父上人 各位同餐師兄師姐下午好 我想請教師父 就是我們要守五界十善 可是因應時代的變化 那比如說戒酒這件事情 那戒酒我們知道因為酒精 就是喝多了 然後會誤事 會麻痹我們的精神 做出很多不好的事情 可是現在科學又研究說 適當的酒會促進血液循環 對身體好 那面對這樣的矛盾 我們要怎麼樣用 智慧去取捨 就諸如此類 就很多的戒律 對 請坐 其實剛剛就酒那一條 其實也不用太大的智慧 因為那個 現在的醫師已經告訴我們 我們只要照著做就好了 適當的 不要過量叫適當的 所以這個是在於沒有 受 五界的人 沒有持久界的人 他可以 那麼有持的人 他就要把他變成是訓練自己的一個工法 完全不能 只有在一種狀況 可以 你必須開遠的時候 我所謂一個戒律有所謂的開遮慈犯 四個層次 開遮 一般人少聽 遲犯 大家理解 持戒嘛 你有持這個戒 比如說 以前我認識很多同餐有去受 在家菩薩戒 還點戒巴的 什麼 可是疑問沒有一條做得到 這個肯定下地獄 很恐怖 所以 很多就聽到我這樣講 趕快去退戒 退戒 所以這個時代 鼓勵人家先學戒 而不鼓勵人家馬上持戒 你懂意思嗎 這兩個 或者是把持換一下 受戒 受戒有那個遺鬼 有那個宣誓的意思 我就是發誓我要這樣做了 那你沒這樣做到 你不是欺騙社會大眾跟自己嗎 所以你欺騙本身就忘 所以有這個理論 那麼你瘦了又沒做 你就是罪上加罪 所以這個時代我會勸 有心往這個持戒修持的人 他先去學戒 了解 戒是什麼一回事啊 那麼戒有什麼啊 每一個城市不一樣嘛 你們在家 五戒 十善 對不對 那也有出家 比丘戒 比丘尼戒 沙密律 對不對 再加菩薩戒 出家大臣菩薩戒 通通有的 那麼你要施你自己的能力往那邊 去 漸進式 那麼我剛講的 持戒跟 跟犯戒 大家好好懂 就是我有受這個戒 我去做了這件事情 那就是 就是百名犯 可是他前面有個開跟遮 比如說 你剛講的九 就是 屬於遮戒 遮這個字的意思 就防禦的意思 預防勝於治療 那個預防的意思 也是說你剛講 我喝了酒會亂死 酒本身沒有罪 可是我喝了他 我堪受不了 我會亂信 我會犯到 殺到淫妄信戒 殺到淫妄 是你不管有沒有受戒 你犯了都有的 九戒不是 你有受戒你犯了有 沒錯 沒錯 九戒本身不會有 有問題 可是因為他會犯到信戒 所以信戒這邊產生問題 是這樣 所以開戒的意思是什麼 在一個場合 我需要喝酒 我有受酒戒的人 前提 我需要 需要 喝酒 才能幫助到 眾生 我不喝 我等同犯戒 他是雙向的 這個要開戒 那我喝叫做開戒 你們有時候叫開圓 是這樣 所以戒律在佛家 是活活活活活的 是被這個時代人 辭死了 那麼 辭 你先要了解戒是什麼東西 自古以來 戒不是一種 規範規條 也 本來堪稱不了 一種準則 不是 那當然現在都是了 那麼 最早以來就是 佛陀的行儀 就叫戒 就叫戒 覺悟者的生命狀態 他的言行 舉止的那個樣子 自自然然那個樣子 你把它形容下來 就是你們現在的戒 有一個完美的人 他就是這樣 在過日子的 所以他本來 一點 制約都沒有 他就是很自然 那麼如果從佛家的言辭 很簡單 信德的流露就叫戒 你看多美好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現在人 不太喜歡美好 他喜歡污濁 對不對 他喜歡染濁 這件事情 他習慣了 很亂的生命狀態 一下要他變很好 他不要 所以才產生戒 這個制約 希望把他引導過來 所以開戒是 這樣 比如說 我們一桌人 都沒有吃素 對不對 我來這邊 受邀來這邊 大家都沒吃素 然後 也不知道 我的狀況 那大家就拿 昏的給我吃 那我就 昏了就吃吧 後來聊天聊天 大家才說 你吃素 對不對 對啊吃素啊 大家 不早說 對不對 說沒關係啊 大家和光同城就好了 那這時候人家就會問啊 對啊 你吃素多久了啊 你吃素又什麼 你就一一跟他講吃素多好啊 什麼什麼 這時候人家就會對吃素有興趣喔 要不然你一來就 大家沒吃素 一定要幫我準備素素菜 這樣還很嚴厲 你說 是是是 出菜 人家沒問就算了 你看 那個不吃素的 那個真是惡質 不吃素的 殺身下地獄 你看人家請你吃一頓 還要承受這些 對不對 人家就討厭了 心裡就打算沒下次了 沒下次沒下次了 你就斷送了 讓他增長法身非命的機會了 你犯下的滔天大罪了 對啊 所以你看這是要拿捏 這叫開源的意思 那麼遮剛剛講的防禦啊 那也不是酒而已 現在講的毒啊 什麼馬啡啊 克藥啦 什麼毒品一大堆啦 這些 他都在遮戒裡面啊 那你說這些毒品本身都 都沒好壞啊 這時候很多人會理解錯啊 毒品就是不好啊 毒品就是一個物質 是人類沒智會把它拿來用在不好的地方 所以他叫不好 對不對 那用在醫學上有時候他是舊人用的 對不對 他又變好東西了 是這些物質本身沒有罪 沒有好壞 是你會不會用 只是我們人不會用 用了他常常導向壞 所以把它列在遮戒裡面 是這樣子 所以 要遲戒得要了解這些 開著遲犯的意理 然後了解了之後你得要一個一個去試 然後遲戒的人最重要就是不能要求別人遲戒 有沒有遲戒會下地獄的 為什麼 世尊在 大藏經 一切大藏經裡面沒有講儒術啦 沒有講 持戒會 不持戒會下地獄啦 都沒有 他講一個 地獄主要業因是稱恨 你自己持了很多的戒 看不慣任何人不持戒 看不慣這個叫稱恨 所以你會因持戒而下地獄 所以古燕云 地獄門前生道多 下地獄的很多 生不特止出家人 生就是修行人的意思 各個法門 都都好 生命成長的這種人 下地獄的特別多 因為他修錯了 他用自己的執念 在修持 他就在不斷在修持的過程當中 不斷造深度的業力 他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就有這個疑惑 我修了什麼法門一輩子 為什麼我的命運這麼慘 對不對 這有很多層面 因為你修錯了 人家交對你修錯 或者人家本來就交錯 你當然跟著走更錯 這個時候就更冤枉了 叫擠盲倒重盲 台語叫前面要帶近期的過河 近期的走近的看得到 河流不能跳 對不對 可是前面是蝦子 他不知道 就把他拖下去了 這個時代 這樣的生命狀態最多 所以我們就會理不清這些禮路 那慈戒本來是很好的事情 說真的 你到最後 你只是順乎幸運 合乎自然 順乎跟合乎 自然 心性 你本來就是戒 你的煙燻 橘子 你吃什麼都是戒 是這樣的意思 你比如說 當年有很多古斯大的視線都不一樣 比如說季工當年 為什麼視線 吃狗肉 酒肉穿腸過 佛在心中做 對不對 他是 要去 對應 當時有很多 磁死戒 磁到戒呆子 這種 你們聽過書呆子嗎 有人學佛學成佛呆子有看過嗎 這個持戒的持人戒呆子 對不對 所以 這些就是 像我剛剛講 自己以為持了一點小小戒 就看不慣真的很不值戒 所以 金融禪師那時候他已經會行菩薩 他不愛了 不受後友了 所以 他用那種方式是針對那一族群的 那現在人會搞不清楚又追著他 對學習這個樣子的話 他也沒他的公恨 道恨 那他後面才有補兩句話 若學我模樣 極同入魔道 所以不能學我模樣 要學我的心性 而不能學模樣而已 所以你就知道佛法 生命之血是活活潑潑的 所以到最後是一法都 都沒得講 佛本違法可說 是眾生 有八萬世間沉擾煩惱 他以應眾生八萬世間沉擾煩惱 而有八萬世間沉擾煩惱 要不然 佛一法都沒有 所以他才講什麼 十九年說法 沒講過一個字 對不對 如果人家說我有說法 就等同 瘋佛 毀佛棒法 就是這樣 如果你聽不懂 他的意理 就直接 毀佛棒法 那就很願望 所以我們自己學的人 一定要知道 他是一個 非常 火的東西 佛法的 諧音 當然諧音不是正確 可是也頗有味道 就是火法 活生生的 活活潑潑的 生機盎然的 而不是 死死板板的 那現在的 這一些 不是只有佛教 很多宗教 都被人家貼 負面標籤 也就是這一些 學習的子弟 他有的教信徒 叫地址都好啦 做了錯誤的示範 那國人講 吃不到三百英材 就想要上西天 吃不到三把空心菜就想要 上西天 也就是說 你不過吃個小小樹而已 你就說你能上西天我們都不行 對不對 吃肉的 所以 樹 在這個時代大中華地區也是一種戒 也被列在一種戒 那你要知道他是佛家的文化 他不是佛家的真理 真理是 罪性本空 性空極相患有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你在凡所有相裡面捉摸好壞 你就是於此 你就永遠生生世世 不能透過你所學的功法 成就無上道 所以 佛法到最後只有兩個字 放下而已 放下 那現在我懂了 什麼事我都不理了 對不對 你說放棄 沒人叫你放棄 是什麼煩惱我都不理 不是什麼事都不理 因為那個是 是你過去生的業力 現前現在的業相 你必須理 你用正確的理路去理了 他就消了 你用錯誤的理路 你越理越糟 剪不斷理還亂 對不對 那你不理 他也在 所以不是在事項上 人事物上面捉摸 是這些人事物背後所承載的那個理路 你在理會這個 我理完了 我一點煩惱有意見過都沒有 你這個業消了 所以你的人生不見到用這樣的態度在待人處事 你會發現 你會一天過的比一天快樂 一天過的比一天健康 健康到不行這樣子 但這個不行是形容詞 就不行就不行了 所以 人世間的話 為什麼常這樣講東講西 有如世尊當年在說法的時候 同樣一個事情 他用N個形容詞在講 應對不同的眾生執行 因為要破眾生執著 那我們現在言伏提眾生什麼沒有就是特別執著 所以人家才講言伏提眾生剛強難化 因為執著所以剛強難化 這維摩吉經上講的 那麼地藏經講起心動念無不是罪業你看 多惡質對不對 我們啦 不是說你們 我們很惡質 所以因為我們很惡質 我們不喜歡這種惡質 所以我們要去學 學習一個怎麼樣叫不惡質 那麼不惡質有什麼方法理論可以辦到 就去探索 所以這時候就搭上一心的概念 你一心都在這個軌跡上 你久久經濕方來調手 你自自然然水到渠成 所以學法本來是 輕輕鬆鬆愉愉快快的 不應該有那種愁眉苦臉的 愁眉苦臉是因為 你在學的過程 你有不接受 你不接受這些古生仙者的教誨 你不接受你就會愁眉苦臉 比如說 剛剛講到那個戒 對不對 戒就是他們的教誨 所以 阿然問世佛吉隆金 開宗明希 這個世尊回答阿然尊者 他提出的問題 有人學佛 是佛 學習生命成長 用現在的話叫生命成長 為什麼有的人這樣學習 有的就得到苦惡人生 人生不能改善 所有的問題都沒有 沒有契機 有的就 輕輕鬆鬆學 得到邪友 邪友就是和諧 美好 對不對 生命越來越快樂 為什麼會這樣 平平一樣都在學 他就講一句話 從明思受戒 關鍵有無在從明思受戒 受什麼戒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要接受三知識的教誨 你要遇到真正三知識 他的教誨 你照單全收 這個人 會從學佛的第一天 到他 這一輩子 這個 工具完成他使命的那一天 每天沒有一天是痛苦的 沒有一天是不快樂的 這個就是標準的學佛人 所以你就知道我們世中弟子做了多多的錯誤示範 生活當中一下就憂慮 一下就抓起來 一下怎麼樣 所以才要有戒 才有戒來限制 因為會抓起來 我現在有持什麼戒 不發怒戒 扶住扶住 你看 那個也沒多厲害啊 對不對 不過是 對不對 家裡有幾個臭錢而已 學習一個不嫉妒戒 對不對 就是要扶住啦 所以 所有的一切戒律都是在對峙我們的惡習 這件事情 你們講六度嘛 布施慈戒 第二個 是因為我們有惡習 那布施是對峙我們的貪欲 一個人沒有貪欲 他布施度圓滿了 所以你們就知道啊 一禮上 不是事項 一個人捐了 一個億叫布施度圓滿 不是這個 他一塊錢都沒捐 他一個貪念都沒有 布施度圓滿 這是 高級菩薩的行詞 那麼 慈戒 因為有惡習氣 所以要有一個規矩 不一規矩不成方圓 我要符合那個規矩 久了 我自自然然就是那個規矩了 規矩就是我 我就是規矩 這時候 慈戒圓滿 沒有惡習 慈戒圓滿 那麼 忍入 沒有稱恨 我們人有壞脾氣 稱恨心 所以要多一個忍入 所以只要沒稱恨心的人 他忍入度圓滿了 那麼再上去就是所謂的懈怠 以 精進來對峙 不懈怠的人 他精進度圓滿 不散亂的人 他禪定度圓滿 那麼不愚痴的人 他的 不惡度 就圓滿了 智慧 所以六度圓滿是這一回事 所以你就知道 都不是往外要去 建立一個什麼 而是往內去卸除不該有的而已 所以學佛是什麼 是丟 你不斷丟 如果你生活當中 一直丟就對了 不需要就一直丟 不需要一直丟 不要理 不需要就一直丟 丟到你最後一個怎麼想辦法 怎麼丟都丟不丟 就是你的真如本性 所以修持這樣就很輕鬆愉快 所以就不在經教 的問題 也不在你們的功法的問題 拜佛念佛什麼都不在那些 那你了解這個你就知道他的價值在哪裡 你可以透過他利用他來成就你的真如本性 而不要迷失在他本身 迷失他本身就冤枉了 這不是一切智慧覺醒者所願意看到的 那麼如果你有這個理路 我們 人世間小小的財米原醬醋茶的問題 通通能解決 我們所有的生老 病苦的問題通通能解決 也就是說你們人間 講的八苦 生老病死 求不得運政會愛別離五音至聖 我們做一個人都有這八苦 你就算是一個皇帝你也是這樣 乞丐還是這樣 通通是這樣 有錢沒錢 男女老少 高老胖 通通一樣 逃不出這八苦 這就是業力 那麼 修行你第一個極速就是要 沒這八苦 那沒這八苦就是放下 你要生 你不要貪念生 你就 你就不會最後死 那麼 生老病死 你這些念頭通通沒有 你人生還會不會有這些現象 會 這個會不是你當生創造出來的 是你過去生 現前的 這個現前只要你繼續不要想他 訓練完全清淨丟掉 剛剛丟掉 這個業項就會萎縮 一直萎縮 這叫做消業 所以你就知道消業不是去砸多少錢辦法會 那個法會也是一個戒指 他不是消業的本身 剛剛講的公法的意思 所以真正消業 心清淨 夜消 所以心淨生會 行善 生福 那麼 你要消業得要清淨對應 因為智慧 能解決一切煩惱 所以 不受就是那個清淨 那放下 那一般我們放不下 所以才要學 學叫做看透 古時候叫做看破 現在麻煩你要換個字看透 比較適當一點的樣子 為什麼 因為現在講到看破 老媽媽回來 我看破人生啊 我看破 我看破 我的小孩實在 對不對 又來了 現在有 現在有 告訴我 看破 他在這失望 我們現在把失望當作看破 那是不對啊 所以 我看破 我來出家啊 然後你看出家變成怎樣 感情失落 我看破 因為我走路 我來出家啊 不是 那古時候出家人是天下第一的人才才有資格出家 為什麼 出家 有一個概念就是什麼 我 立士 成就天人師 你還要當 天上一切天神的老師 那叫出家 你看 哪是感情失敗的人能做得到的 對不對 招樓的人能做得到的 不是 是圓滿的人 他才做得到 所以古時候出家是這個意思 所以出家者出離煩惱之家 出離田宅之家 當然現在很多出離田宅之家換一個什麼 塔式之家 所以末法時期 鬥爭堅固 塔式堅固 鬥爭堅固 有這個問題 所以在我們現在末法時期學修怎麼辦 自求多福 在自己家裡就能 然後時時刻刻在生活當中待人處事 對峙掉我錯誤的起心動念 煙巡舉止 這就是真修行人 所以跟外在形式完全沒有關係 那麼一旦你這個軌跡踏上了 這些煩惱六千掛 是在你人生字典找不到的東西 所以不是只有那個 我字典裡面有難 對不對 沒有難是出階 對啊 為什麼一切把重新享生 所以有時候我 以前跟幾位 易經高手在聊天的時候調侃 當然這調侃當中有意義 你們知道為什麼易經 叫易經嗎 易經就是全中國最簡單的那本經典 叫易經 要不然怎麼不叫南經 易經 簡易 不易變易 對不對 它是以簡易為首 你有簡易你守得住不易 所以你能夠以不易應變易 就是以不變應萬變 所以易經在幹嘛能夠解決你人生一切問題 化繁則簡 繁普歸真 那個就是最最簡單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人 去涉獵的時候 像佛經一樣 好難 因為我們現在人頭腦複雜 一切古聖先賢的點擊 都是相應的 它不是你頭腦理解的 所以一旦你的頭腦 簡單到極致 你翻 隨便翻你都懂 而且你的懂不是紙上談兵 你還可以在你生活當中運用自如 運用自如 只是你的用詞不一定是那一種字式的術語而已 所以這時候也是佛陀教我們的 依 不依語 不要 執著在 術語上面 離言說向 明字向 心願向 學修 這時候叫做放下的人生 你絕對快樂 你絕對健康 你絕對有智慧 時間差不多 感謝諸位 為… kull 看 香港 耳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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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是沉于中行于外 生至而后天下至 生成而后天下成 所以一切万法的造化 不离我们一个自信 那么能够去转化生命 还得解灵细灵的关系 一报随着正报转 我们回来善于调化 这一颗纷乱的心 你就会尝到真正有次序 美好的生命境界 希望诸位好之努力来 感谢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